早安大家 今天是4月4號 禮拜四 距離比賽剩兩天 然後今天就是沖灘的日子啊 很開心 而且今天開始 就是不用健身也不用做HIT了 就是讓身體好好休息 真的 然後就是補充一下糖原 讓身體可以 更有 讓肌肉更有 等一下 讓肌肉更有 精神OK 這樣在台上才會更飽滿 然後這是今天的體態 我覺得今天 反而 沒那麼乾耶 好像昨天更乾了 我覺得昨天這邊全都是血管 今天反而好像還好 反正 不知道 然後等一下要量一下體重 不知道是幾公斤 然後 我今天 下午一點 還要去按摩 那就是上次 我上那個Posing教練課的時候 那個 那個韓大哥啊 FBB Pro的韓大哥他跟我推薦 一位按摩的 賽前調整的 應該是用筋膜刀吧 其實我不太確定 但他就是聽說他很厲害 所以我今天就想去給他看一下 嗯 那是在宋江南京 嗯然後 按完之後 因為我今天還是有課要教 所以我就不回來林口 我就直接一直在外面待著吧 嗯 對 對 然後今天就是 沖炭的一整天的 樣子給大家看 OK 已經在煮白飯啦 好期待 而且 我最近還特別去 買這個 日本的 Koshihikari 就是月光泥 超期待的 想說 很久沒吃白飯嘛 那就吃好一點的 哇好期待 然後 雖然今天沖炭 但是我會保守一點 因為我明天要過棒 如果吃太多 那個 就是又要特別去脫水 太麻煩了嘛 所以今天會謹慎一點 然後過完棒 如果 就OK之後 我會再補充多一點 讓肌肉更飽滿 對 但今天就是保守一點 可能 只會吃體重的7倍吧 對 我現在64 65公斤左右 所以 65乘以7 倍 大概455吧 我記得 還是45 左右 455克的 碳水 OK 給大家參考一下 期待期待 期待 天使的聲音 好 好 好 哈囉各位 現在11點 然後 要來吃 沖炭的第一餐囉 那這個是 嗯 怎麼講 170克的牛肉 跟 這個大概多少 就是我煮兩杯的米 然後 兩杯的米的三分之一的量 對 所以就是 呃 0.7杯米的白飯 跟 170克的牛肉 然後 這邊還有一個便當 就是 我今天出門的時候 因為今天出門會比較久 所以 在外面也會吃一餐 那 完全是一樣的內容 對 然後 今天 開始 水跟鹽 也會攝取比較少 今天水我只能喝1.5公升 然後 鹽巴的話 只能吃4克 對 所以味道會偏淡一點點 對 這樣就會更脫水 OK 我要先吃飯囉 四天沒吃白飯了 應該說 白飯這個東西很久沒吃了 來吃一下 先吃白飯 喔 嗯啊 好好吃喔 要說買那個日本的月光米啊 好好吃耶 該吃牛肉 嗯 嗯 好吃 那我還有撒一點薑黃粉 想說可以抗發炎 讓身體不要那麼腫 喔好讚喔 那我先吃飯了 好好享受一下 好 現在已經來到按摩的地方了 然後是1點開始 但是 12點半就到 因為 我以為 連假可能會塞車 但 意外的都沒塞 所以很順利的 就遞早到了 然後 好 我可能 先剪個片吧 再剪 然後等一下 等等就 好好 放收 期待 吃了1點才記得要拍 那這個就是我的第二餐 那一樣是0.7杯的白飯 跟 170克的牛肉 然後 現在在一個公園 隨便 坐下來吃 那 因為我等一下要教課啊 那距離教課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 我在住這邊 可能休息一下 然後等一下亂逛一下吧 好好休息 然後可能剪個片 OK 現在 教完課了 然後 我要趕快吃這個 全家的 冰心地瓜 超期待的啊 而且我超喜歡吃那個冰冰熱熱的口感 就是 我會叫店員不要微波那麼久 很好吃啊 趕快吃一吃 然後就回家 OK 哈囉 大家 我從外面回來啦 然後有點累了 因為今天出門蠻久的 然後現在 快9點 然後我要先去 洗澡 然後 剪頭髮 刮體毛 為什麼要刮體毛 因為那個刮完體毛 會比較好 塗膚色劑 如果有體毛啊 會很難 塗均勻的樣子 所以要 順便刮一下 體毛 然後 我還是想要修一下頭髮 所以會再修更短一點 然後 都做好之後 就吃飯 那完全一樣 就是0.7杯的白飯跟 170克的牛肉 對 但這次還會再加一點蔬菜 我應該會放蘆筍 跟金針菇 對 蘆筍的話 他就是會幫你 排更多水分出去 對 天然的利尿劑 OK 那 嗯 今天影片就差不多這樣吧 等一下就不拍了 嗯 趕快上傳字幕 OK 那明天見 掰掰